小五 原来你真的是个兔子 什么嘛 我要生气了 请 这 这什么情况 下一个 怎么样小老大 服不服 我们唐三可连魂力都没用呢 你们认输算了 省得受皮肉之苦 小晨宇 六年级学员 五魂 狼 十一级一魂战魂师 唐三 一年级攻读生 五魂 蓝银草 什么 蓝银草 蓝银草 十一级弃魂师 你刚才说你多少级 十一级 一魂弃魂师 一年级就修修修修了魂师 老大 废了他 不过是一个蓝银草 不管厉害的让人有什么 笨蛋 闭嘴 这小子什么背景 第一魂魂就是百年魂魂 难道是你个大家族的 看他腰带不像是公读生能佩戴的气的呀 你真的是公读生 动手吧 那你小心了 硬碰硬 来吧 三老大的狼爪硬 你真是招 这小子当真要跟我硬碰硬 要是把他手掌捏碎了 他背后的人会不会 好硬 糟糕 我还有事 就这样结束吧 来银草 产料 老大 这小子还是人吗 这是什么 不用试了 你不可能挣脱的 我的蓝银草 有曼陀罗蛇的坚韧 当然 也有曼陀罗蛇的一点毒性 如果你觉得还有再战之力的话 我不介意让你品尝一下 别 别 我认输了 小小子认输了 三年云洛 既然你已经认输了 就按之前和小五约定的办吧 那 我应该认你当老大 还是认他 当然是小五了 我打不过他 否则 七设的社长 就是我了 小三 表现不错 辛苦了 我有事先走了 剩下的事 你自己搞定吧 以后 你可是学院的大姐大了 去吧 怎么 你还不服气 好吧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小五 一年级攻读生 五魂兔 十二级 一环战环势 什么 小五 原来你真的是个兔子 什么嘛 我要生气了 你